中澳关系转暖似乎打翻了日本等西方国家的醋坛子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身上信物27日在当地媒体撰文 一方面跟澳套价值观上的近乎 另一方面试图挑拨中澳关系 身上信物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撰文称 澳外长黄英贤最近对中国的访问 以及澳中之间对话重启 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 日本也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并非常重视对话 因此西方正在为日本外相林芳正访华做准备 不过他接下来话风急转发问 通过对话寻求实现什么样的秩序 身上信物称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是日澳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他还将2020年中国对部分澳大利亚书华商品 实施反倾销措施比作经济胁迫 说日本在2010年也曾遭受类似胁迫 所以澳大利亚不是在独行 另外他还在军事上拉拢澳大利亚 说正是通过诸如奥库斯日澳互惠陈述协定 核心的安保宣言等机制 两国加强了区域威慑 以应对区域安全环境的变化 日澳继续站在维护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潜力 黄河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宏 27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山上进屋上阵以来不断强调日澳之间的相似性 同时放大中澳差异挑拨两国关系 这次更是在文章里逼迫澳大利亚跟中国硬钢 过去中澳之间存在一些争议 现在正在磋商进行解决 而现在他把曾经的争议拿出来讲 可以说至少是别有用心的 陈宏表示 中日之间也一直在力图克服差异 开创互利共赢的局面 山上进屋片面放大差异 其实也违背了日本自身的政策 最近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 挑拨中澳关系的言行还有不少 比如日本时报日前发文称 日本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澳的准联盟关系 以应对印太地区与中国相关的风险 并强调在这一地区 澳大利亚是唯一与日本共享基本价值观和政策 并有能力采取联合行动的伙伴 此外美联社此前报道 黄英贤访华时称 作为美国的同盟国 澳大利亚被中国视为 阻止其在南海和东亚地区 主张外交与军事霸权计划的一部分 这促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国家 在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 和与美国保持安全关系之间寻求平衡 然而事实是 黄英贤近期访华正值中澳建交50周年 中澳关系触底反弹的趋势 令澳大利亚教育界和工商界倍感振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7日报道称 2022年已有超过15万名中国留学生登陆澳大利亚 占全澳留学生数量的26% 稳居第一位 澳工商界近期热议的话题 是澳首席执行官代表团 何时启程出发去中国 澳美普遍认为 来自金融 矿产 农牧 航空 贸易 等各个领域的澳优势行业 主要企业负责人 军会永远报名 主要企团